养子新杂志图曝光 小蛮腰马甲线冲击力强 就这还有人说他胖 养子官方对接更新消息 3.15日养子最新杂志Ruse Fashion Book即将上线 而在杂志发行前夕 养子的新杂志图提前曝光 有不少细心的网友发现 在相关购物平台已经可以提前预购此杂志 甚至还抢先看到了杨子的最新造型 在曝光的杂志图中 杨子以一头黑长直齐刘海的发型亮相 造型独具匠心 那微醺的腮红 如同春日桃花出战 娇艳欲滴 猫系眼线则勾勒出他深邃的眼神 仿佛一只灵动的小猫 充满了神秘魅力 除此外 更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曼妙的 小蛮腰和清晰的马甲线 每一张都充满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杨子此次的杂志之旅 无疑是一次全新的挑战与尝试 他的妆容独特而精致 服装造型大胆且前卫 为我们展现出了他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魅力 而这次杨子的合作方 Ruse Fashion Look杂志也较为特殊 他不同于市面上的传统杂志 而是一本独具匠心 每半年才精心打磨一期的小众杂志 一年出版两次 正是这份独特 使得每一期的内容都格外珍贵 而杨子能够登上这本杂志的开年刊 无疑是对他时尚品味与影响力的极高认可 然而 就算杨子如此出色 却还是有人闭眼黑 随着新杂志图的曝光 属于杨子新一轮的黑又粉末登场 造型问题暂且不说 毕竟每个人的审美不同 但说他胖的言论着实让人难以理解 试问一下 小蛮腰 马甲线 有图有真相是怎么好意思说他胖的呢 当攻击业务能力的手段失效 转而以长相为拔 当长相也无法挑剔 又开始对身材指指点点 如今 甚至连身材都无法攻击 就开始无理取闹了吗 看那匀称的肌肉线条 盈盈一握的小蛮腰 还有性感的马甲线 无论哪个方面都看不出来杨子胖 美的形态千变万化 美也不仅仅局限于外表 肆意攻击他人 不讲事实无理取闹的攻击并不会改变别人的生活 反而会让更多人看到攻击者充满阴霾的内心 杨子成为伊菲丹代言人 带你开启时尚之旅 大家都知道 杨子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当红演员 不仅在影视剧中有出色的表现 时尚圈也一直给予他高度关注 近日 他正式成为时尚品牌伊菲丹的代言人 引发了无数粉丝的狂热追捧和期待 让我们一起跟随杨子的脚步 开启一场时尚之旅吧 伊菲丹作为一家以时尚为核心的品牌 一直致力于为年轻人带来前卫 个性的时尚单品 而选择杨子作为代言人 无疑是对他时尚品味和个性魅力的认可 杨子独特的气质和自信的形象 与伊菲丹的品牌定位不谋而合 这次合作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杨子作为伊菲丹的代言人 不仅仅是一个形象代言 更是在品牌中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带着他独特的风格和个性 将伊菲丹的产品演绎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时尚服饰 潮流配饰还是美妆护肤品 杨子都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展示出与众不同的魅力 作为一家以年轻人为核心消费群体的时尚品牌 伊菲丹一直秉承着引领潮流 突破传统的品牌理念 无论是创意设计 时尚款式还是质量保证 伊菲丹都在不断追求卓越 为广大消费者带来舒适 时尚的购物体验 有了杨子的加入 相信伊菲丹将更加引领时尚潮流 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杨子成为伊菲丹的代言人 无疑让这个品牌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 如果你也想拥有与杨子一样的时尚品味 那就赶快跟随它的步伐 开启你的时尚之旅吧 探索伊菲丹的时尚单品 选择适合自己的款式和风格 展现你个性魅力的同时 也享受时尚带来的快乐 无论你是追求时尚潮流 还是喜欢杨子的粉丝 伊菲丹的新品和合作都将为你提供更多选择和惊喜 让我们一起期待杨子和伊菲丹带给我们的时尚碰撞 一同感受时尚与个性的力量吧 杨子新造型亮相 黑色西装下的马甲线好明显 网友表示羡慕网络上掀起了一阵热议 原因无他 只因杨子的最新杂志照片曝光了 在这组照片中 他身穿黑色西装 内搭黑色内衣 大胆展露了自己的曼妙身材 一时间 网友们纷纷围观 并留下了各种评论 有网友表示 杨子真的瘦了好多啊 肩颈线那么优越 左骨也清晰可见 甚至还有了马甲线 确实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杨子的身材比之前更加纤细了 这也让人不禁感叹他的自律和努力 毕竟 要保持这样的身材 私下里肯定没少下功夫锻炼 然而 除了身材之外 杨子的新发型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照片中的他 顶着一头略显凌乱的刘海 给人一种随性而自然的感觉 但是 这样的发型却引发了不少争议 有网友认为 这个发型不太适合他 看起来有点乱糟糟的 也有网友表示 我觉得这样挺好啊 有一种不羁的美 对于网友们的不同看法 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观点 无法强求一致 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 这次杨子的亮相确实给人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他不仅瘦出了新高度 还展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时尚风格 这样的他 让人更加期待他在未来的表现 回顾杨子的演艺之路 他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逐渐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 如今 他不仅事业有成 身材管理也越来越出色 这样的他 无疑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榜样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 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惊喜 此外 对于这次的新发型争议 我认为大家可以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毕竟 时尚是多元化的 每个人都有权利尝试不同的风格 或许 在下一次亮相时 杨子又会给我们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这次杨子的杂志照片曝光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议 无论是他的瘦身成果还是新发型尝试 都展现出了他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面貌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会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和惊喜 最新杂志采访里聊了好多对作品 对生活的独到见解 我们采访粉又吃爽了 一一国色芳华的故事 让自己感到激动澎湃 于是接下了这个角色 两对于现在的工作节奏 认为自己还不能停下 要对自己这阶段的工作成果满意后 才会选择休息储蓄能量 三对于退休的认知 要坦然接受很多年后没有人认识你 四对于职业女性的诠释 认为职业女性是一种标签化 在演任何职场角色时 必须要演出人的自然反应 五成欢即卖成欢这个角色 吸引自己的是他的品质 六在自己所有角色里 最欣赏常相思 闻小六有大意且不计回报 七透露自己开始养生了 认为健康最重要 人物杂志称肖战打败 全品类明星所有封面 记录好牛啊 难怪每次都要隐藏肖亮 太牛了非常喜欢肖战每次的采访 侃侃而谈言之有物演员 拼到最后拼的都是文化素养 这个人物采访很棒 人物杂志称肖战打破了 全品类明星所有封面记录 这确实让人吃惊 他的影响力和人气之大 难怪每次都要隐藏肖亮 可见其实力之强大 肖战在每次采访中都展现出了 惊人的口才和深厚的文化素养 让人印象深刻 肖战的成功不仅源于他的演艺才华 更来自于他的努力和坚持 他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还在文化素养方面下了苦功夫 他善于借助每次采访的机会 表达自己对于文化 艺术和生活的深刻思考 言之有物 令人佩服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 演员拼的不仅是外表和演技 更是文化素养和内涵 肖战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不懈的追求 展现出了一个优秀演员 应有的素养和品质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人物》杂志的采访无疑 为我们展现了肖战的另一面 让人更加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情感 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更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和深刻思考的文化人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会继续发光发热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精彩和感动 年年碎碎花相似 碎碎年年人不同 或许每一年参与到线下的人不尽相同 但越来越多的小飞侠愿参与进来 不论是愿意为爱奔赴万里之遥的线下支持 还是跨过这一条网线 远远给我们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援的各国小飞侠 感谢你们不计回报不在意结果的无私付出 才有米兰转角遇到肖战的怦然心动 才有满城肖战的米兰盛景 更要感谢从22日一路相伴 担经节旅筹备策划的全球各地负责人 和活动组织筹备人 感谢虾妹卡通设计者 本视频制作者的鼎力支持和通宵感知 你们每一位的辛勤工作成果 被全世界看到了 为你们感到无比骄傲 视频中500多位全球小飞侠 你们对战战的美好祝愿 已经在米兰街头巷尾 通过大屏的方式将爱意传达给了我们最爱的人 聆听一国街头炙热盛大的汹涌澎湃 爱有回应 二月的米兰街头 暖意融融